表定在9点钟包括了这个总统蔡英文 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的新北的秀壤国小 即将在9点钟表定是他会来现场投票 那另外一个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南的安平国中 这个部分是这个国民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赖清德呢 那么即将会在稍后的9点钟 到这个台南的安平国中来投票 等一下有最新的画面呢 我们持续会立刻的带你到现场 来看到两个人投票的最新情况 好不过首先要来看到的是 那么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刚刚呢是到了金公女中投票了 那么柯文哲被问到心情如何时 他表示他平常心睡得很好 来看刚刚的画面 那今天子女会出来投票的时候 会啊还在还没起床 那今天有带什么新衣装 啊不用没有那种 没有我这种西医的没有这种习惯 主席就是说现在你经过这么长的努力之后啊 然后今天要投票你的心情 这一路走来感想什么 反正每天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完嘛 然后每一个阶段再计划下一个阶段 那你觉得这投票会高吗 今天天气不错啊 应该会应该会好一些 下雨啊什么太冷就一定会有影响 目前看到他已经进入到了投票所里头 要准备进行投票了 等一下出来时候我们再来看最新的画面 好同时要来看到的是侯友宜 今天早上十点钟是到了板桥国小会进行投票 还没有八点的时候呢 有不少民众已经在现场这个投票所前排队 而且他们兴奋的表示今天很重要 一定要投下神圣的票来看最新的情况 请记者李嘉瑜告诉我们 喜欢嘉瑜带来关心到1月13号的投票日 当天状况到底如何 今天天气其实相当好 没有下雨天 而且呢是有出太阳的天气 11到13度的天气呢 其实很多民众也都出来投票了 今天呢我们将会掌握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的投票行程 他今天一早十点将会到板桥国小来做投票 可以看到这个教室呢是一年二班 而投票所呢已经布置好了 很多的监票人员呢一早不到七点的时候呢 就已经准备好了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投票的作业流程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人潮呢不到八点钟的时间 很多民众一大早起来 就是希望能够尽早投到票 有些民众呢是觉得说呢 因为等一下还有工作的关系 所以呢尽早的来做投票 有些民众呢是因为早上可能去散步啊慢跑啊 所以顺路的也过来投票了 我们可以发现呢 其实今天的投票率呢 感觉起来相当的好哦 不止老不止年轻人 还有呢很多的民众呢 已经超过了二三十位 都已经聚集到板桥国小他们的户籍地来做投票了 我们来看现场民众怎么说 就想说早一点来啦 因为今天投票应该是投票率会很高 那再来就不太想在后面排队 所以就来排第一个 抢一号 这个人民行使的最大的一次权利 要出来投票啊 平常就这么早起来啊 这么早起来 就觉得说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 一定要来投票 肯定的啊 他们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尊重他们的每一票 对对对 因为平常那么早起床 再加上等一下晚点还有工作 对对对对对 东西都有带 知道带身份证印章那些 有有有都带齐了 好看得出来民众其实是相当的兴奋 说今天是投票日一定要履行公民权 还有这个投票权 认为说呢 这个三票 关键的三票 政党票 还有立委票 总统票都要投下去 甚至呢 有长辈呢 直接呼吁说呢 不管小孩子支持谁 他们都尊重 他们觉得说每一票都相当的重要 也是表现出你支持谁 是很重要的一个公民权 而另外呢 提醒大家 如果今天是要来投票的话呢 要记得手机呢 要放给这个监票人员 而且要带身份证 还有投票单以及印章 不过如果你忘记带投票单 没关系 你只要有带身份证 可以盖首张 就可以来做投票 也呼吁大家在今天 1月13号出来投票 以上像最新相镜头 赞磊宁 好来看到新北的新店 央北活动中心 这个造册人数呢 是有2370名的选举人 这也是呢 新北实际上最大的投开票所 今天早上 人潮就已经开始涌现在排队了 来看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 李彩珊告诉我们 事后专重 记得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新北市新店的 央北市民活动中心 那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 因为扣除掉进签户 这边是选举人数最多的 有2370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投票的状况 目前投票的人 已经很多的排了长堂的人龙 几乎要把这个活动中心 都围成一个圈圈了 人真的是蛮多的 而且投票看起来是相当的踊跃哦 那为什么会这么踊跃呢 投票率大概又有几成呢 我们带大家来访问一下 中山里的里长 然后潘威智来请 李长告诉我们说 您预估说像这样的人潮 我们选民大概是有几成热投票的选民 会愿意去 依照我们历年大概是在将近八成 七成八左右 那今天看起来天气还不错 我想应该会超过七成五 那您认为说就是投票率这么涌热 是设置的地点好呢 还是说天气其实不错 像温度很不错啊 或是没有下雨 是因为当然是因为地点也很方便 就是大家下楼就可以投票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今天天气还不错 是 那依照这样的速度 李长我们有预估说 大概最快最快什么时候 这边会结束所有的投票 因为这个投票所是等于是重化区的 所以他的投票人数大概要两千多人 算是很多人 所以可能要投到四点以前 大概要排到这么久 是 谢谢 李长 谢谢 谢谢 这样就好了 谢谢 谢谢 可以 走 可以听到李长说 今天的投票人数其实蛮踊跃的 大概有八成这么多 但是呢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排到了长长的人龙了 要等到你可以排队的时候 大概三十分钟之内 一定可以让你投到票 那一个人投票的速度 大概是三到五分钟 其实也是蛮快的 那动线也很清楚 就只有一个入口跟一个出口而已 所以投票的方式 其实还是蛮简单明了的 民众可以很快速的来投票 那么呢 其实我们中山里除了长辈之外呢 年轻的选民其实也蛮多的 那讲到年轻选民 一定要讲到我们的手头族了 那么今年的手头族呢 总共是有102万人这么多 要记得来投票的时候 不要忘记你的投票三保 像是你的身份证啦 印章跟投票通知单都不要忘记了 那也要提醒想要避开人潮的民众 要注意了 我们帮你们选了两个时间点 这是有经过计算的 早上11点跟下午的1点到2点之间 这两个时间点的人数是最多的 因为早上11点的时候呢 你中午12点要吃饭 11点的时候呢 就会慢慢的走出来去买饭 那么顺路你就可以投个票 那么中午12点吃完饭之后呢 大约预估是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 那你要回家的时候 你回到家的路程当中 你也可以顺便的来投个票 那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状况 投票真的是人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踊跃 牌超长的 因为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天气非常好 虽然说还是有一点凉凉的 大概是20度到23度 出门要记得戴一点外套 不过好消息就是降雨几率是非常低的 是基本上是不会有下雨的状况的 那么目前呢 还在如火如俗的进行我们投票的活动当中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最新 我们先让时间镜头 叫完棚内 好台北市内湖区的西湖里 是相当受到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一届的总统大选 西湖里呢 蓝绿的得票率跟开票的结果 误差不到一个百分点 堪称是总统大选的北市章鱼里 好现在目前在现场投票的 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王毅仲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市内湖区的西湖里 那今天一早呢 这边的天气是非常的晴朗 那在刚刚稍早八点要开始投票的时候 民众排队大约有上百人在现场等待 要进入这个投开票所来投票 现场我们观察到比较早来的民众 他们的年龄层大概是比较年长的长辈 因为他们这边的选民结构长辈的占比也是比较高 那大家因为今天早上有辐射冷却效应的关系 所以气温 好最近的画面先来看赖青的投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是我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说今天风和日丽 是投票的好天气 敬请国人都能够踊跃投票 展现台湾民主的活力 对让台湾继续往前走 好谢谢大家 每一次的投票都很珍惜 因为这个是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 我们都应该要珍惜民主 踊跃投票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麻烦我们媒体朋友可以收我们资料 可能是历年来最多 那也因此呢 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 有关的选务人员 包括我们在投开票所的 包括选委会 包括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等等 非常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 最近平服务水蛮辛苦的 昨天有睡好吗 昨天因为回家时间非常非常晚 那以至于就是昨天很晚睡 那今天早上一大早又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所有的这个选务准备的状况 那以及相关的一个秩序 那所以呢 的确这段时间没有完全睡好 那也睡得不够 所以我其实感冒很长一段时间 那一直都没有办法康复 那医生老师说要多休息少讲话 那偏偏我逆向而行 所以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 我的嗓子是哑的 请大家都包含 那市长等一下投完票有计划 要回家补眠还是要去哪边 没有后面还有公务 后面还有公务要进行 后面还三个公务 所以我还要继续跑行程 谢谢大家 市长今天有民众啊 就是忘记带投票单了 那想说妈妈是怎么要 就跟民众叮咛一下 好 跟大家报告 别忘了要带投票通知单 那另外呢带身份证 那还有带印章 那当然印章有些人忘了带的话 那其实用手印也可以 不过呢 如果你带印章的话 就避免手要去沾染这个印泥 那所以再次呼吁大家 早点出门 早点投票 我们预估呢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预估今天投票会 非常的踊跃 不过早点 现在的秩序还蛮好的 那投票人也还不会太多 像我刚才一进去 到达这个投票所的时候呢 立刻不需要排队 就可以投票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早点来 那早点投完以后呢 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 大家辛苦了 谢谢所有的媒体记者 好朋友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呢 卢秀燕在刚刚已经投完票了 今天六都的首长 还有包含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其实看起来很多人的脸上 这个气色都蛮不错的 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 也希望大家呢 踊跃的去投票 当然要带东西也可以别忘记了 也呼吁呢 要珍惜这次的民主 那刚刚呢 卢秀燕他也提醒大家 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避免触发 好 同一个画面呢 我们所看到 目前看到的这个 在投开票所里面 最新的画面呢 是前总统马英九 他目前正在投票 正在盖章当中 目前我们所看到 这个投开票所 里面呢 正在盖章的这一位 就是前总统马英九 看到他已经是盖完章了 现在目前呢 正要把他的 这个珍贵的这个投票 这个他的这个票呢 投到这个票轨当中 这是我们看到 那么前总统马英九 目前是已经 到了这个投开票所呢 前往投票 目前的最新的情况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 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担忍 受不了 准备 黄米 维持肥 餐 不 感谢 不 不 不 和 不 不 不